哎呀 最近都是天天在坐飞机啊 昨天晚上是10点多飞到这个机场 一直在这个机场混时间 混到早上5点半 6点 我现在准备继续飞 从各大金纳巴鲁飞到豆湖 6点10分的飞机也就是四五十分钟 我就又回到了豆湖那边了 然后赶紧去仙本达 这都好困啊 又到豆湖了 来来回回的就在这个家里慢单倒流的 哎 现在才7点多钟 希望我能找到一个不错的车 把我带到仙本达 哎呀 这边公共交通真的是不太好 坐车不是很方便的 好了 这个机场啊 除非有人来接就像这样 还有就是有速度车巨贵 还有呢 如果说你想去仙本达就只有问这种车 这个是接人的 对 然后他刚好呢 有一只就把我给拉上 25块钱 OK 刚好那边有一个华人大哥 帮我翻译了一下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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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谢谢 哎呀我还坐前边 嗨 出发 7点半 太阳刚刚出来 太阳刚出来 今天还下着雨的 先本达 好了 往左管是去豆腐 往右管就是先本达 好困难 好困难 太阳了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了 哎呀 好了 东西都拿齐了 哎呀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小镇 哎呦我又回来 哎呦太阳的出来了 我先去跟我朋友回合 又回到先本达了 这一次回来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学潜水 来来来 一个多月没有见啊 沉默 打招呼打招呼 我记得了 咋样 是不是 我跟你说了 先本达就是 要有心理准备 没有啊挺好的 什么心理准备 没有他这个小镇建设的一般搬着 可以的 你没找到地方搬 嗯 我过一会儿 我们两个先去吃个早餐 然后我去取钱 他那边是只能现金 然后你 然后你再退房 退了房以后 我去把那个 就是盘爆了以后呢 他就安排住住 我们那边过去 好 你现在吃早餐走 走 你先把行李放下 走 走 9点09 吃上一个海鲜粥 这还蛮不错的 你看 啥海鲜都有 亮一亮 就这个啊 马来亚银行 这里呢是可以用银链卡取钱的 哇 这这么多人 排个队 中文 呃呃呃呃呃呃呃 取款 储蓄账户 刚才试过 他这个只能取1500最高 1500 这是1500吧 是 ok 那就取两趟 因为我要差不多3000块钱呢 嗯 先取卡 ok 搞定 哎呦 要开个榴莲 沉默不来 我都不来这个摊子 都不靠近他 哈哈哈哈 看个小小的 我一个人能吃 对 他这个小榴莲 这是 很小 都是一公斤多 你看就这种 这可能还一公斤都不到 哦 怎么样 那你不让他把的肉全部拔出来吧 那种啊 那你不让他把的肉全部拔出来吧 那种啊 嗯 它能铲 哎呦 能铲多少时候啊 这个 又不多 而且它这个 这种是熟透了的是吧 我感觉吧 这不确实 好了 就铲了这么多 不好喝 还行 没有 撑一下有没有个200克 是吧 真的也就是300克吧 300克 300克 那就是 去皮又去了一公斤 不懂吃 真的 它掀开那个袋子 我现在距离就差不多半米 我都能闻到一股 特别臭的榴莲味 就比你这盒好大 这可以啊 盒很大 比较 泰国呢 是 深的摘下来放熟 马来西亚这边是 熟了摘下来 所以说 这个味儿真的是 比泰国那边要 就是 浓多了 它这个盒好像比那个泰国那边要 大多了啊 没什么肉的盒子 对啊 这总共才300克 我估计肉只有100克 盒子吧 还有200克 100克都没有 100克都没有 好了 前店的人已经是 欢迎来到这儿 前店的人已经是开着车 过来接我们俩了 ok 因为我订的是 学习的课程 4天外加住宿 他现在还带我 带到他们前店的酒店 a bit hot no acorn so hot so hot 哦 他们前店的那个酒店啊 距离海边还蛮远的 两公里的 到了到了到了 好 好 这可以啊 这个住宿环境 这有一个游泳池 好了好了 ok 我先把东西放下 ok so this is your room key It's my room ok A7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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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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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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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later 可以啊 ok 好 可以啊 对 这环境就好多了 这个 他这每个房子还有个小阳台 颜色还不错 我才反应过来 这个池子是训练的池子 就是练习潜水 开饭有点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I'm a fish 鲨鱼 鲨鱼 这是鲨鱼 谢谢 嗨 我现在要赚钱 OK 看一下 这就是教材 中文教材 巴勒伯教材 鞋底是吗? 对鞋底鞋底 这是我们中文教练 来教练打个招呼 你好 教练你叫什么名字? Albert 你的中文说的不错 他是这里的潜水教练 潜水教练 多多指教 可以 可以 可以出摩托车吗? 摩托车? 这有没有摩托车? 他现在给我发几个视频 让我先看一下 这儿呢是1600 它是原本费1650 然后 1750 我再加上一夜的写 100 1 2 3 4 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要是说 只是初级的open water的这个危险程度 肯定不如滑雪 因为滑雪是真的危险 我们在滑雪上 你看哪天不得救护车送下来几个 然后那个那个顾客医院的合作伙伴都是 我看了一下 应该问题难度不大 我现在有点困了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 我得去睡睡觉 然后下午先自个去学习一下 明天就到这个池子里练一练 然后过两天就去马步岛 然后在马步岛好像练两天 在岛上还要住 还可以这个价格也不错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